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北京时间2021年4月11日,CBA常规赛已经进行到了末尾的阶段。 从现在的排名来看,基本季后赛的球队已经确定。 本赛季原本有实力未免的广东队,却在马上布鲁克斯受伤赛季报销后,夺冠概率大减。 虽然朱方宇在6天内迅速补强了外援,但依旧是无法代替马上布鲁克斯的作用。 现在留给他们的只能是更换更好的战术,利用更融洽的配合来将比赛的胜利给拿下。 另外,广东队最大的劲敌应该说就是辽宁队了。 后者本赛季保持了一个比较完整的阵容状态,可以说基本的核心人员并没有太大的变动。 而且球队整体的伤病情况也不是特别的糟糕。 虽然说球队核心郭艾伦没有参加比赛好长时间了,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继后赛无法出现。 此前是由于耐克风波。 因为郭艾伦和耐克有合同,他如果穿着耐克的球鞋上场,致必会受到球迷的潜质。 然而不穿的话,那么辽宁比赛又会出现问题。 然而,时隔25天,郭艾伦终于确定了付出的时间。 根据最新的消息显示,国内记者确认郭艾伦将在对阵北控的比赛中付出。 而郭艾伦本人也发声说道,好久不见,两个消息重叠,足以说明他付出的概率是比较大的。 这个时候有球迷心中,肯定会想到一个问题,那就是郭艾伦是否穿着耐克球鞋打球。 对于这个问题,我个人觉得应该得到了解决。 如若不然,那么后面的事情肯定也会变得稍微比较麻烦。 郭艾伦的付出,对于辽宁队来说,是一个十分好的消息,因为这能够使得球队在进攻端更上一个层次。 而且大外援泰勒也已经完成了注册手续。 这么一看,辽宁的整体阵容就有了一定的变化。 从表面上来看,辽宁的实力好像强到不行,但篮球比赛是一项团队运动。 进攻赢得比赛,防守赢得总冠军这句话非常有道理。 辽宁队现在一共有三名外援。 郭艾伦付出之后,却留给杨明一哥大难题。 这个难题就是球队球员之间的磨合问题。 如果不能够完好的解决这一个点, 那么就算他们拥有不错的阵容,也没有办法夺冠。 但是,由于现在的常规赛的场次已经不多了, 杨明到底是直接拿下比赛的胜利, 还是给予一定时间球队磨合的机会。 这个也需要考虑一番。 外加上杨明现在,可以说执教的经验,并不是特别的丰富和老烈。 只不过现在的阵容,可以给他足够多的尝试机会。 在这种情况下,如何去权衡,就是他要想的事情了。 虽然我们,在观看比赛的时候觉得,貌似没有这么复杂。 但实际情况,却不是如此。 体育竞技,充满着不确定性。 无论多好的阵容,都会存在,暴冷的情况。 想要更大概率地,获得比赛的胜利, 就只能够逐渐地,减小失败的一切可能。 另外还得,针对出发世界,提前制定地方啊。 突然向广东队马上布鲁克斯,突然受伤。 他们一下子,就会变得非常被动一般。 但朱方宇的应变能力,还是十分强的。 不然也不可能这么快,就找到了一位替代者。 杨明是否能将这赛季的辽明,带入总冠军。 留给时间,去验证吧。 安? 他走了他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